Dungeon Maker 哈囉,你好,我是艾斯 我自己也沒想到會做Dungeon Maker的攻略 其實這也不算是什麼攻略 就是一些零碎的小技巧 有些也不算是技巧,只是算是一些小知識 如果你還是新手,可能有一些資訊你用得上 然後這篇做的時候是大改版前 所以有些東西可能會因為改版有點改動 但是大致上還是可以用,或是參考一下 這一個遊戲無刻可以玩,也可以玩得很開心 除了經驗值加速以外,全部的東西都可以抽箱抽到 箱子的來源有幾種方法 第一種是帳號升級 每升級一次都可以拿到10個鑽石 第二種就是解成就 在遊戲裡面看左上角的書 它會告訴你有哪些條件可以解 遊戲裡面有分10個難度 每個難度的100、200、300、340成達到的時候 都會送你10個石頭 每一種魔王練到10級,技能全開的時候也會送 另外還有一些特殊條件會送 例如100天內沒有開過怪物彈 沒有去過商店 一場遊戲內融合10次,改造10次 同時在場上鋪50隻怪物,15個陷阱 這些類型的成就每一種也會給一個 第三種方法就是花錢買包 買包他們算是蠻佛心的 如果你買包裡面的魔王功能設施你已經有了 它會按照數量退石頭給你 抽到的東西裡面,我覺得自動全能是最重要的 能夠自動放技能,你升級什麼也比較方便 比較輕鬆 我自己是邊看電視或是邊做其他事情邊玩 另外像是房間繼承、怪物繼承、合成強化 這些也蠻重要 最後就是魔王數量 星級的怪物合成 我本來是要打算無課玩 最後花了550買了自動全能和魔王包 當時我是有點想要課別的 還好當時省著 這一次改版之後 把之前省下來的錢拿來買3倍速顫動 我是覺得CP值蠻高的 每一隻怪物都有自己的各種素質 這個素質受到天生、星等和等級的影響 怪物有分1到5星 融合的怪物是星星的星等 也有人說是鑽石 像是古龍、巴佛滅這些都是 融合和合成不一樣 融合是一定要跑商人 然後有固定的配方 配出來之後是一個帶有SS級技能的特殊怪物 這種特殊怪物每場只能有一隻 合成就是一般在每日三選一可以選的 合成如果沒有用強化合成 會產出更高星等的怪物 它有一個規則在 首先怪物的星等都是最低星等 例如有1星的史萊姆 史萊姆也有機會出在5星 如果拿1星跟1星合成 它會有機會出2或3星 高星跟低星 例如1星跟3星 1星跟4星 則有機會不動或是進一階 另外每一隻怪物的能力 會帶一點隨機 從2星升上去5星的怪物 不見得會比原本就是5星的怪物還弱 甚至同樣都是5星的史萊姆 在同樣等級的狀況下 也有可能一隻攻擊力強過另外一隻很多 所以看怪物的時候還是要注意一下數值 最後一種就是強化合成 這個要抽到才有的功能 這種合成可以在強化之後 強制保留一隻原型 這種合成是幹嘛 它是用來練等級和洗技能用的 一隻怪物總共可以有6個技能 一種是天生技能 生下來就有的 每一隻怪物獨特的 這個技能沒有辦法傳承給任何人 另外裝備有時候會帶有一種技能 接著每個怪物可以有4種隨機技能 可能可以透過戰鬥中自然學習或是合成取得 如果被合成的怪物只帶有1個隨機技能 那麼被強化的那隻怪物 就必定會取得那個技能 所以這邊有個觀念 如果有一些爛怪物 可是它身上剛好帶有隨機很好的技能 你可以留著不要把它餵掉 也不要放到場上 放到場上有機會會不小心學會新的技能 例如負面狀態免疫的神秘存在 範圍AE傷害的刀刃風暴之類的 這些可以留 到時候拿來餵一些主力部隊技能 或是餵給魔王 如果這個要當肥料的卡已經不乾淨了 它有兩個隨機技能 要合成的時候會隨機選一個取得 但是在隨機真的按下去之前 你可以看到你會拿到哪一個技能 如果不是你要的 你可以不要合成 下次有合成機會的時候再試試看 技能施放規則 有一位巴哈版有PINK有測試 讓我們感謝他 一隻怪在一回合裡面有七種動作 剛說每個怪有六種技能 分別是天生、裝備和四種隨機 最後一種動作就是普通攻擊 每回合都會在這七種動作裡面隨機一種 如果怪只有一個天生技能 其他什麼都沒有 那選到其他隨機技能或是裝備技能的時候 會變成自動施展普通攻擊 如果你帶了兩個同樣的技能 重複的那個技能也會變成普通攻擊 我簡單講一下技能結論好了 一、重複技能沒有用 重複技能都會變普攻 二、所有動作施展幾率都是七分之一 如果是空技能或是重複技能也會變普攻 三、你每次會骰到什麼動作都是隨機 四、加速效果就是加快你骰動作的速度 五、一般來說不考慮繼承的話 技能越多越好 神器要拿現在馬上就有用的buff 或是比較難取得 但是不久的未來會有用的 像是什麼集中效果提高、虛弱效果提高 看起來很厲害沒錯 但是如果房間、怪物都不支援這個效果 那你拿這個神器就等於毫無作用 反正不用打到很後期 差不多打到一半左右 東西該拿的都拿完了 這遊戲的神器取得不算太慢 至於BOSS神器要拿什麼 這就很看狀況、看魔王 不過我個人的習慣 開場的前幾次 交易折價15% 金幣取得增加20% 可以拿我會先拿 接著才會去擴張地圖 前幾次關擴張地圖的需求比較低 你也不用很快的把最後一排 第六排房間開出來 要先開最後一排房間 是為了要確定王前的房間 而這個房間是擺放比較重要的守門員 這種房間最後要放是放比較強的合成房 而其他房間多半是拿來放房間的合成素材 大清早就急著把房間打開 不見得比較好 尤其現在又多了地層上步和地層下步 同時又有機會可以交換房間位置 要稍微看一下自己當下的需求 先把折價拿到手買東西比較不心痛 雖然初期賺的錢比較少 但是能多20%啊 能多拿我會多拿 之前的回溯作弊法是可以在一天沒有過完之前 利用回到標題畫面重新進行遊戲的方式 來看一下活動啊 戰鬥結果 商人賣的房間 怪物彈之類的 但是在6月19號的大更新中 這個作弊的方法已經被改掉了 絕大部分的回溯都已經不適用了 但是打完一天的勇士入侵事件之後 還是可以看一下怪物彈會開出什麼 如果不喜歡的話可以到標題畫面洗掉重拿 不開怪物彈可以改合成或是拿房間卡 只是當天的勇士入侵還要多打一次 如果你還有測出什麼可以回溯的 歡迎幫我留言一下 我也蠻好奇的 另外雲端回溯法我沒有測試 也不知道雲端的金幣Bug還在不在 不過這有點麻煩啊 儘管有也懶得用 技能我自己心裡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萬用的技能 第二種是搭配的技能 第三種則是沒用的技能 什麼是萬用的技能 像是免疫所有狀態的神秘存在 這個技能就很頂級 會有一些類似的技能 像是骷髏免疫中毒 盲人免疫恐懼和失明 這些都是次等的 要拿就拿神秘存在 要繼承的怪 魔王拿這個很好 另外像是大規模加速 刀刃風暴 司令官 處行人 魔力屏障 絕對保護屏障 屍氣之吼 地震 這些都不錯 有的是S級 有的是A級 但是像是紅月 一個有吸血的技能 雖然是S級 可是就還蠻爛的 吸血的機制 只有普攻的時候 會附帶吸血 吸血的數值很低 不是按照攻擊力百分比回 初期可能還有點用 中後期幾乎感受不到 重要的魔物 建議還是放一些其他技能 這種以前算是完全沒有用的技能 現在會隨等級增加吸血量 但是我還是不喜歡 而像是刀刃風暴這種造成差點傷害 攻擊三次的技能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這類型的技能會算上原始攻擊力 不是真的只打幾點傷害 搭配的技能 就要看你魔王和房間的組合 像是緩慢配上弱死 弱死會有三倍傷害 發呆也可以跟緩慢搭 激怒可以配牛王的壓倒性力量 做激怒翻倍 牛人的強大力量也是激怒效果翻倍 燒傷會配點燃之類的 這些就看自己和魔王的風格 順帶提一下孵化室 可以提高寵物蛋怪物等級 孵化室可以堆疊 所以開出來的怪物等級會超級高 但是這個等級加成 只限於蛋開出來的怪物 活動出的怪物不在資格內 等級落差會很高 在改版之後 絕大部分的技能都會受到等級影響 紅月之類的技能是不是沒有用 還有待實際測試 整個遊戲最好玩 也最煩的就是好理3選1 別說新玩家我也常常不知道要選什麼好 其實每個魔王 每個流派和搭配風格 對於設施怪物的依賴度都不一樣 我這邊推薦我的選派邏輯 他不一定是最好的 先講怪物蛋 只要你有需要的合成素材 就最優先拿合成素材 除非是最一開始20層到40層 然後怪物的差距是2星火蜥蜴跟5星強怪 不然我永遠是會拿用得到的合成素材優先 因為到中後期5星怪是滿出來味的 你會用到就那幾隻合成素材最優先 沒有素材的話 第二個要看的是技能 如果有我想要的技能 我會優先拿 例如先發智人、超速、神秘存在、魔力屏障、絕對保護 加速類型和防禦類型的技能 我自己滿愛的 我自己是牛妹怪物流 主要傷害來自於魔王 我會希望大家越硬幫我撐越久時間越好 堆了激怒之後P一下就直接清場 再講一次 中後期5星都是滿出來的 但是技能你很難餵到每一隻滿 幾乎是不可能 如果幾個技能強碰同時出 我心裡神秘存在會最優先 超速和先發智人是這個版本才有的 我還在試驗 如果沒有素材也沒有技能 就挑想要的怪物 像是我自己中後期會喜歡用牛頭人、牛頭王 這兩個怪物天生激怒加倍 祭司的自然靈藥有保護屏障 不死鳥可以滿血復活 佔巨人格 死神少女也不錯 注意 這個完全要看魔王和坊間搭配選後期怪 就像如果是恐懼為主 就會選夢魘少女打恐懼附帶暈眩 哥布林少女打混亂會有兩倍傷害 伴獸人天生狂怒有兩倍傷害 簡單來說就是看怪物的天生技有沒有跟你搭到 你的魔王、怪物、房間最好是要有主題的 不是說只要選高星怪就好了 如果什麼都沒有 選怪物一樣不虧 因為你還是可以合成卡片去洗新的怪物出來 等於是全新一抽的概念 接著是房間 房間啊我一樣是合成素材為第一優先 初期會先弄個冰霜或是冰劍來緩個素 尤其冰劍初期很好合成 而且傷害不錯 如果都不要 要選哪一個來未來升級咧 每個房間他們所需的經驗值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帶有的經驗值也不同 不一定高星等的經驗值就比較高 或是高等級的就會比較高 像是焚燒二星 但是經驗值跟一星的突襲和屏障就差不多 但是點燃二星的經驗值就高焚燒一些 我原本有慢慢測試每一種卡片的經驗值 但是後來覺得太麻煩了 就大概知道一下而已 裝備選擇就很簡單 裝備有1到5星 現在多了鑽石星的裝備 我自己是除了5星裝備以外 通通都不會拿 如果5星裝備出了不錯的技能才要拿 有的5星裝備配的技能很爛的 我會寧願拿別的獎勵 3、4星的裝備就不要浪費你的抽卡機會 好啦!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有辦法的話就會回答你 如果我沒有辦法 說不定其他人看到會有辦法 有什麼流派或是建議也歡迎你告訴我 好啦!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幫我按個like 臉書也可以去幫我按一下幾秒鐘而已 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評論、攻略、介紹 訂閱這個頻道不吃虧啦 按一下按一下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下一根主題 大生活 完全 energete zin